并且呀 这乾隆皇帝心里呀 对这个绵德他们家呀 还有愧疚 因为呀 他总觉得这绵德的父亲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皇长子永皇 是他一句话给挤着死的 所以说呀 可以说这个青年时期的绵德呀 游叶 哎 灌的都没样了 并且呀 这可是皇爷爷灌的 你好 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哎 这五一节嘛 劳动者的节日 您看啊 您是劳动之余 您在过节休息 我呢 是没休息 还在劳动 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这工作时间呀 它好掌握 也许在您忙的时候啊 我就休息了 您看啊 这大节线的 无论呢 您是听书 还是我呢 在这说书 咱们呀 都干的是一件呢 爱干的事 几句闲言勾开呀 咱们继续讲这 清代宫廷的故事 今天呀 咱们接着讲这 乾隆皇帝的爱孙 绵恩 前文书 咱们说到啊 乾隆四十一年的时候 这爱新觉罗绵恩呢 从这个寻郡王三阿哥 永章的门下呀 又回到了自己的 亲阿玛 定亲王 永皇的门下 也就是说呀 这乾隆皇帝 把他过去给了他三叔 然后呢 后悔了 到四十一年的时候啊 又把他要回来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前文书啊 咱们也交代过了 就是因为他的哥哥 黄长孙免德呀 因为结交外臣犯了错 被削了绝 并且呀 这绝位是一削到底 已经成为了一名啊 闲散宗使 这绵恩回到自己本家 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承袭这定亲王的王绝 不过这会儿啊 已然没有这个亲王的爵位 等着他承袭了 他只能从他哥哥那儿啊 承袭这郡王的爵位 其实呀 这黄长孙免德 哎 不论是在故事当中是主角 还是咱们讲绵恩的时候 捎在手上的 又提到他 稀稀拉拉呀 咱们已经讲了好几期了 在这期间呀 还有这个好朋友给我留言 一直在讨论免德身上的问题 这问题呀 主要有两点 今天呀 咱们在这儿啊 再掰着掰着 既然这问题呀 出在咱们书馆 我就有义务在这儿啊 给您掰着清楚了 这第一点啊 就是这个免德 到底是啊 降级习了这个亲王爵 成了郡王 还是因为犯错 从亲王被销成了郡王 那么这事呢 肯定就发生在乾隆十五年 和乾隆三十七年之间 为什么呢 因为乾隆十五年呀 这大个永皇空事了 这乾隆皇帝呀 追封他为亲王 然后啊就有这个让长子免德席爵的旨意 那为什么截止到乾隆三十七年呢 因为也有证据证明啊 这个免德被册封为郡王 那就是在乾隆三十七年 但是啊问题就在于我们搞不清楚 乾隆三十七年这次册封啊 是直接册封成为郡王 还是啊被从亲王降级成了郡王 这一点闹糊涂啊 不愿咱们 因为啊我们所掌握的史料 它本来就是拧巴的 那是哪两本史料 它叫着进呢 哎就是青石稿啊和青石路 这青石稿啊原文是这样的 十五年三月轰 上一约 要是只有这一份史料啊 那这事就清楚了 乾隆十五年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说的清楚 说这个皇长子啊 这个为皇家延续啊 做出了贡献 可是啊他不姓早王 所以呢 追封为定亲王 给他一个嗜号啊叫安 他的儿子绵德呢 降级习爵 习郡王爵 这事的多清楚啊 他没有架可吵啊 可是呢出差评了 这清高宗实录上啊 跟这个记载的略有不同 哎也很简单 只一句话 前面都差不多 追封这个永皇为定亲王 给了个嗜号啊叫安 也就是说以后再称呼这个永皇啊 就得称呼为定安亲王 然后呢下边紧跟着这句话呀 那是重点中的重点 关键中的关键 这旨意当中啊 原文是这样的 他说呀 其亲王决既令皇长子 绵德承袭 这呀就和这个清史稿当中 乾隆37年正式册封这个皇长孙绵德 为定君王 矛盾了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您也不用信我 您也不用信呢 其他主播 您呢 二选一 从这个清史稿 或者是清史录当中 您随便选一个 哎 我个人啊 我个人 是站在这个小中派一边的 倾向于高宗实录 因为这实录嘛 是清朝人写的 高宗实录嘛 是这个仁宗皇帝那朝写的 也就是说是嘉庆朝写的 清史稿 那晚了 明国人写的 哎 应该算是啊 对清史的总结 哎 我没有带节奏的意思啊 您自己二选一切 那么咱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问题了 这乾隆皇帝到底有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皇长孙绵德 结交朝臣 哎 就把他消绝 并且呀 是一消到底 不但没了王绝 你呀 只是一个闲散宗史了 什么爵位都没有 咱们呀 在掰着这个问题之前呀 我可以跟您先强调一点 这也就是绵德 乾隆皇帝最喜欢 最疼爱的皇长孙 并且呀 这乾隆皇帝心里呀 对这个绵德他们家呀 还有愧疚 因为他总觉得这绵德的父亲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皇长子永皇 是他一句话给挤着死的 所以说呀 可以说这个青年时期的绵德呀 游一而爱 灌的都没一而了 并且呀 这可是皇爷爷灌的 要是别的阿哥犯了这种错啊 那我觉得呀 那肯定是宗人府高强圈进 永不得付出 不过呀 咱们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 这皇子与这个朝臣结交 真的就有这么可怕吗 这皇上就真的完全禁止吗 其实啊 他也不尽然 这皇帝啊 要是乐意的话呀 他心情要是好 他就会跟这个朝臣说呀 你们看 十三爷印祥 爱和朔遗亲王 他是个光明磊落 心胸宽广豁达的人 你们呀 要多与这个遗亲王亲近 有什么不明白的 爱多向他请教 这话是谁说的呀 这话是雍正说的 当时这个朝里边有很多人呢 惧怕这个遗亲王印祥的威仪 所以说呢 对这个遗亲王啊 就避而远之 这雍正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 让这些朝臣又主动的 与这个遗亲王联络交际 加深一下感情嘛 哎 这是皇上高兴的时候 也是特定的人 因为这个遗亲王印祥啊 事乎大小 从来没有瞒着自己 这位皇上哥哥的 这个雍正和这个印祥两个人呢 这兄弟感情之深厚啊 还真不是我们这些后人 所能猜测出来的 总之啊 没有可比性 除了这个例子之外 这皇家对皇子与朝臣结交啊 还是真谨慎 尤其是到了乾隆四十一年 乾隆这班上 一系列的历史大据啊 这乾隆皇帝是历历在目 他听说这个皇长孙免德与朝臣结交这件事情啊 他不由得不想起来 康熙晚年九子夺嫡 兴风血雨的场面 康熙皇帝的儿子 允四允堂 允鹅允蹄 勾结在一起啊 那就是八爷党 这些个皇子啊 又勾连了无数的朝臣 显一显的 这雍正皇帝差点就没坐上这皇帝的宝座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 刚过去不久的红西逆案呢 那也是让乾隆皇帝心有余悸的 这红西呀勾结这个装心王允路 也结成党羽 幸亏呀 发现的早 没有酿成大患 就在这个时候啊 传来了这个免德结交外臣的消息 所以呢 这乾隆皇帝呀 在震怒之下才夺了他的决 不过刚才咱们不是也说了吗 这种事情啊 他可大可小 那么到免德头上 这事他为什么就大了呢 直到这个八年后啊 这个缘故才揭晓 八年以后 这免德呀 为这个乾隆皇帝 生了一位皇长曾孙 就是这个爱心觉罗一纯 这乾隆一高兴啊 就把这个免德呀 进封为故山贝子 前两年啊 他依然有爵位了 要不说这爷爷藤孙子呢 前两年呀 就给了这个免德 一个这个镇国公的爵位 让他上西陵啊 守陵去了 这不一得这个崇孙子呀 又给家封为贝子了 据这个高宗实录记载呀 这个在家封贝子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呀 在班兆的御址里边啊 曾经有这么一句 就能解释这一切了 若明洪武时 宜文太子季末 刘三武建议 为皇孙氏敌礼义祭统 洪武尼于法谷啊 随立建文帝为皇太孙 其后酿成永乐静难之变 祸乱相寻 臣民荼毒 看完这句话呀 这满朝的成功啊 大概就都明白了 在八年以前呢 这个免德高连礼部侍郎啊 是为了打听皇孙继承大统的事 难怪这乾隆皇帝呀 差点没气炸了废 要是这么看呢 这乾隆皇帝管是给这个免德 削了绝 并且呀 后来还负了他一个绝位 这种惩罚呀 哎 那简直就是护毒子 太清了 乾隆四十一年 这乾隆皇帝 削了这个免德的绝 左手摘帽子 右手就扣到了 二孙子免恩的头上 那么这免恩 到底他好在哪 长什么模样啊 哎 我这有一张画像 您可以瞧瞧 不过呀 您也别太当真 我认为这张画像 十有八九 它是托尾 它不是免恩 您瞧啊 这画像当中的人啊 虽然长得很魁梧 按照这个中国人的相法说呀 也是啊 有这个将相之气 可是啊 他穿着打扮不对了 这免恩身上啊 他有王爵 他应该穿着呀 这个团龙的补服 您看这个官员身上穿的呀 哎 胸前边啊 是一个方补子 虽然品级不低呀 绣的是麒麟闹海 可是啊 他跟王爷肯定是不的一样 我认为这免恩呢 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和他这个一身武艺 肯定是有关系的 那么咱们讲绵恩 从哪开始讲起呢 咱们得从啊 一次这个教军场上的阅兵仪式 开始讲起 哎 那年啊 这小绵恩呢 才八岁 不但啊 是在这个皇上跟前 并且啊 在这个教军场上 万马千军的众目睽睽之下 这小绵恩呢 露了天大的脸 您要是想听怎么回事啊 明儿您还得早班 哎 不是最近我呀 总给您留扣子 这五一期间呢 我是打算啊 咱们每天一更 等到啊 这个五一加七级数之后 咱们再恢复这一周四更 我呀 也能喘口气 所以说呢 既然明天咱们早班还开书呢 就不妨啊 咱们把这个情绪调动跳动 得嘞 您别忘了 这一键三连呀 对学徒我很重要 要是想听书啊 明儿您早班 咱们六点半 准时 开书 哎 这大节线的呀 您要是在外呢 玩的开心点 在家呢 你就多喝两口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三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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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三� 感谢观看